我們就來看,因為資料已經下載下來 所以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下載我們需要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 它其實基本上 該有的資料下來 但問題還有一些問題要解決 比如哪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好像你會發現 因為每一個頁面上面 只要下載 它上面都會有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日期 底下應該到第二頁也會有日期的欄位名稱 在底下又有欄位名稱 所以總共如果七十頁的話 應該有七十個像這樣的欄位名稱 應該把它刪掉 可是要怎麼把它刪掉 其實方法很多 如果你不用那個 這個程式來解決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資料裡面可以把它排序一下 排序的話是第一道 因為日期 你會發現裡面的資料 它基本上都是數字 那這個其實也是日期 那這個是禮拜期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升調它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它排序 所以你只要從第二列 刪到它有沒有要放的位置 從B1向下追蹤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給刪掉 當然如果有人工的方式 你就這樣 把它選起來 留下第一個 就可以把按右鍵刪除 然後再來的話 再重新按照日期排序 把它A到Z 那你會發現它就幫你重新排回來了 那你剩下來就是一樣 再把B1向下 底下好像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多餘的 所以排序一下子 我發現排序應該是最好 把資料剔除的好方法 可是目前來看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的日期裡面 只有年沒有月日 但是如果假設我們今天 重點並不是在日期 而是在號碼的話 那我們可以先不處理 我們假設啦 反正不管 我們現在就是把這些 日期的部分先刪掉 那你說老師 那將來我想處理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將來 如果想處理的話 我把它砍做日下 其實你可能就要做很多事情 什麼事呢 因為它這個日期還蠻妙的 禮拜幾這個我覺得可以踢掉 因為禮拜幾 我們可以反查 只要有一個日期 我們就可以用函數的方式 查到它禮拜幾 所以這個禮拜幾 其實沒有沒關係 那它的日期結構是這樣 2023 它底下這個2023 5月2號 那我就留這個 把這個複製到這邊來就好了嗎 那不就是正確的 可是後來我發現 不對喔 它底下這個5月2號 它那個年有問題 年好像全部都是2023 因為我後來把它往下找 像這個是2019的 可是它的月跟日 它前面也是2023 所以我本來想說 那我乾脆把那個 下面那個儲存歌的日期 乾脆複製把它蓋到這邊來 那不就是正確 後來不對 原來它這個日期其實是有誤的 有誤的部分是年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希望把這個解決 如果你連那個前面日期要正確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什麼 把這個就是什麼 正規化就是把那個日期格式 把它年的部分是上面這個 月跟日就是用這個 那底下這個儲存歌的年不要管它 把這兩個合併在一起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OK 只是說有點複雜 我們 這個也許我們先不處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同學 也許你自己再處理看看 我們主要今天的目標 主要是希望 得到那個 到底哪一個號碼 有沒有 出現的機率最高 所以我主要是要號碼 那至於年月日 這個就目前不是太重要 所以我們後面再來處理 如果有時間我們再來處理 那所以 我們假設不處理的話 那第一個我可以先把日期先 例到A 然後把這個 從第二列一直刪 刪除到哪裡 刪除到向下追蹤的地方 從B1向下追蹤的這個列 把它刪掉 好 那這樣第一個就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那個 日期重複的問題 藍未明的 第二個的話再把它重新 在A1 然後再把它A到D 按照日期排序 所以2004 一直底下應該是到2023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從A1向下追蹤的話 它會一直到底 到6268 可是 如果你從B1向下追蹤 你會發現 它剛好停在哪裡 停在 有資料的最下面一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是不是我可以 我只要知道 我這邊A1向下追蹤的這個列 那如果要刪掉的話 我可以再從哪裡 從B1向下追蹤到的列 的下一列 只要這個下面的範圍 我通通怎麼樣 把它刪掉就好了 OK 那我們先用人工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可能還是要 把它轉成程式 好 右鍵刪除 OK 最後的話 你想說老師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更沒有發現 一個儲存格裡面放6個號碼 6個號碼要怎麼統計啊 所以最後一個 你必須把6個號碼分開來 那分開來怎麼分 當然啦 我是希望 但是我把這邊倍數這個不用 我就直接這邊加1到6 123456 按Ctrl鍵 然後後面123456 差不多這樣 然後把這個欄寬 弄成一樣寬 好這樣 然後我希望 把這6個號碼 剖開來 有沒有 然後把它放到這邊 這樣才有意義啊 不然將來怎麼去統計 因為它根本全部穿一起就是一個文字 怎麼會知道裡面的數字 那要想知道它的數字 必須把它剖開 那你說老師剖開來 那是不是要寫程式 不用啦 各位應該有用過什麼 資料剖析吧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上面先增加1到6的號碼 然後把這個剖 怎麼剖啊 這個我跟各位講 這個滿好用的 但是你要會用 你不要連用都不會用 這個完全不用寫程式 但是你要記得 如果你要剖之前 第一個 請你先告訴他 你要剖的資料在哪裡 記得喔 不是把B藍整個選 因為如果你整藍選 它會連藍位名稱都剖 所以記得怎麼樣 游標放B2 Ctrl-Ship向下 意思就是說 你只要選到你要剖的範圍 不要選到不需要剖的範圍 就是上面藍位名稱 把它避開 Step 1 Step 2的話 資料剖析 然後怎麼樣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你是要固定藍寬呢 其實這個固定藍寬呢 其實這個固定藍寬也可以啦 只是說 我覺得更簡單應該分隔 因為中間固定都有痘點嘛 所以你就分隔符號 下一步 然後跟他講說 這個中間用痘點隔開 有沒有 這已經隔開了 下一步 那他會出現說 你這些都要嗎 如果要的話 那你就不用去設定上面 直接告訴他 你的目標儲存格在哪裡 那我們希望 幫我剖開來 123456 六個資料 分別放在我剛剛給的六個欄位 所以六個欄位的開頭在哪裡 在第二的位置 所以這邊記得目標給第二 OK 然後按完成 有沒有發現 瞬間 就幫我把它分開來了 有沒有 夠快吧 太好用了 OK 比自己寫成事還快 自己寫成事也可以寫 只是說 倒麻煩 沒事沒人那麼喜歡寫成事吧 OK 但是如果你寫成事VBA裡面 有一個函數叫Sprits Sprits也可以切割 Sprits裡面跟他講說 用痘點分割也是可以切的 那他切完之後 他會是一個陣列 那你再把那個陣列資料 放在這裡也可以 但是程式絕對還是比較難 OK 再把B欄給刪掉 因為這個都多餘了 刪掉 好 這樣子的話 當然如果你想說 把特別號搬到後面 他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好像放前後面也沒怎麼差 OK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拿這個資料來統計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階段 我們把資料已經準備好了 那接下來待會兒 我們就要來做統計分析 OK 那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我把他back一下 所以回頭 Ctrl-Z 好 這第一個step 我是先排去啦 因為我要把日期刪掉 所以我是油門要放A1 Z到A 這邊就出現了 然後把這些多餘的有沒有 多餘日期選到最下面 然後把它按右鍵刪除 搞定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再把游標放A1 改成A到Z 因為Z到A的話 因為日期是中文 所以中文一定排在前面 那現在呢 我要去掉什麼 去掉什麼 什麼 然後把游標放在B1 然後呢 向下追蹤 底下這些就是不要的 再把他刪掉 OK 那刪 反正就是選到這邊 當然後面我們理論上 我是希望把他寫成BBA 不然的話 感覺如果每次都要再來一次 真的很浪費時間 這樣 按右鍵刪掉 OK OK 那留下了 那最後的話 就剖C 剖C就是 這邊1到6 先拉6個 1、2、3、4、5、6 到這裡 然後把他藍寬拉成一樣寬 然後再把這個範圍 記得哦 資料剖C 一定要先選範圍 Ctrl 去個向下 資料剖C 然後 記得哦 上面這個標選到 然後分格符號 下一步 逗點 下一步 最後的話 目標俗成格 就是D1 D2 OK 好 按完成 這樣子 就OK了 其實蠻好用的 真的 OK 好 最後把B欄給刪掉 就完工了 當然啦 我是希望說 可以把剛剛的那些步驟 變成程式 一樣啦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錄的總會吧 把它錄製下來 可以會的自己錄製 那如果會的自己寫 總可以吧 OK 試試看哦 所以我們最後是希望說 第一個是P字下載 第二個的話呢 刪除不必要的資料 然後把它串在一起 變這樣子 第三步在統計分析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哦